各位朋友 大家好 今天我会跟大家去看一下 我们看这边是我们的苹果 上次我已经进行一个塔形的虾芽 我们看到今天已经开始萌发两个芽点 这边第一次要萌发芽 我已经进行第二次的虾芽了 这边也是一样 然后有些芽点都正在萌发 然后我们这边是我们的红毛丹 今年也都还没看到花了 看一下 这是我们的苏葡萄 嫁接了 我不晓得今年会不会开花 我们看这边 就是前一段时间 我已经进行假接的黄皮的黄皮果书 已经大概25天 今天我讲的就是 不是苹果或者黄皮果书 看过感觉上是我们的红宝石龙眼 好像准备开花的 那今天我们去看一下 看一下 看一下 因为大概这两三个月我都没有进行 假接 所以我现在都是让它自己发展 OK 我们看它的椰子 就已经 有点 变色 好的 我们看这边 现在 在这段时间我经常喷水的 就我们看 哦 有有些花了 我看这里 这里是一个花 好 这边也是一样 好 这里 好 我们看这边 这里 好 上半段的部分 这个是它 刚敞出来而已 所以 还没达到这个 开花的 岁数 哦 我们看这边也还是挺多 这边比较嫩 还没有 在这里 我看 有花点 然后这边 这里 对 真的 真的来花了 我们看 这边 可是我不晓得 这是开花的 因为我们碰到 夏天 会不会 流果的 让你怕它会掉落掉 可是我今天是 它每天都会供水了 今天会 让它可以 长出一些果来 好 我看这边也 好像也准备来花 这样子 好 这是脸颗 红宝石龙眼 哦 从这脸颗呢 上次我也已经 成功了 好多只 这个红宝石龙眼 那今天呢 我们终于也看到 比较多的花 上次呢 就是有了 可是比较小了 然后后来也是 掉落掉 好 今天我们看到这些 还是挺多的 好 然后 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们的这个 红宝石龙眼 是一年会有两丝开花 一般的 其他的 像我们 我们 这里的 像那些土龙眼 然后原来本地的一些龙眼 是一年 只来花一世 只长古一世而已 好 可是对于这个 红宝石龙眼 是一年两世 OK 一年两世 然后我们看这边 也已经开始 来了好 好多这边 侧然花点 还是比较小 好 今天我的 视频呢 先跟大家 分享到时 喜欢的朋友呢 记得给我留赞 留下评论 和订阅 关注我的频道 谢谢哦